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人想睡你的几道表现 不得不说 世界上有些男人 就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你还以为他爱你 其实不过是想睡你罢了 下面 男人想睡你的几道表现 第一 约会总是在大晚上 他要是总是在晚上11点之后 才约你出去 不宜你在白天约会 估计 只把你当做炮友吧 二是 和你除了性 没有多余的交流 你能感觉他根本不爱跟你聊天 除了抱抱 爱抚之类的 亲密激动 他几乎懒得跟你聊太多 第三 每次夸你 离不开身体上的部位 不是说你腿长 就是胸大 反正就是跟您身体有关的 他才会赞美 可能一开始说 他喜欢你的笑容 再接着说 他喜欢你的腿 最后 就是他喜欢你的胸 第四 约会地点 一定要有床 每次出去约会的地点 都是他家 或你家 就算你说你想出去玩 他也会找一大堆借口推掉 反正就是 不想离开有床的地方 第五 在朋友面前开你玩笑 男女在朋友间开玩笑 而且让你很不舒服 她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甚至对朋友也比对你好 第六是 不和他那个就脸色不对 你生病的时候 他不会来看你 或者你说 今天 没有爱爱的心情 他的脸 就会马上垮下来 可能 还会用你不爱他的理由 来逼你救贩 第七点是 背着你和其他女生 暧昧 他背着你偷偷跟别的 女生暧昧 不回你的信息 各种征兆 说明他一点都不在乎你的感受 但又舍不得跟你分手 完全就是一种 拥离早晚的感觉 把你当作炮友 第八 不愿意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 不愿意公开你的身份 不介绍你给他的朋友 认识 你把他的生活里毫无存在感 第九点是 不愿意为你花钱 他几乎不给你送什么贵重的礼物 他的生日或者重大的节日 也不会与你约会 或者一起出去旅游 很简单 他只是想睡你而已 又不是想和你继续发展 干嘛要浪费金钱呢 而且更可怕的是 不给你买你喜欢的东西 还要美其名言 是为了你好 第十点是 第一次见面就告白 就问号码告白 不答应的话 就直接不联系 比陌生还陌生 你身边有这样的男人出现吗 如果是有的话 最好是快点分手 别浪费时间在烂男人的身上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点击订阅加点赞方角 感谢观看